现在就在课堂上有某些老师 站在这个从海外留学回来 住了没有三天 不断的加拿大好 不断的欧洲好 美国好 是这样吗 这就是西方的色谣方式 叫非辞即比 什么叫非辞即比啊 你看西方人 西方人思考问题 天堂地狱 天使魔鬼 你赌本来图理念现实 你赌奥古斯丁上帝之城 凡间之城 你赌康德此案事件彼岸事件 西方人骨子里面就是个非辞即比 二元对立的 接受这套思想文化洗脑的人 干嘛 中国多坏多坏多坏 下句话干嘛 西方多好多好多好 不是这样 真实的情况是 中国有中国的问题 中国也有中国的优势 西方有西方的优点 西方也有西方的问题 大家承认吗 朋友们 我有一个朋友在在美国待着 晚上九点之后都不敢出门 他告诉我九点以后 当时他说有很多人持枪 九点以后如果出去的话 生命安全都会受到威胁 我听了以后 朋友们 你生回来我们的北京 这样的首都九点以后出门 胆战心惊 女孩子出去 散散步活着回来就不容易了 有这么危险吗 我们这个国家有这么多缺点 可是十二点晚上出去的时候 不也是朗朗千坤吗 朋友们一个人最大的需求是什么 是安全 如果一个国民的安全都不能保证 这个社会好在哪里 讲到这里以后 一辈子不要上非辞计比的大 千万不要老是诋毁自己的国家 来证明别的国家好 你们觉得对不对 正确的说法是 我们有自己的问题 我们要勇敢的承认 而且我们要真诚的改革 我们还要勇敢的向别人学 但是也确实要看到 我们这个国家的优势 你们说是不是 我们看到西方的优点 我们向人家学 可是我们也要看到 他们也有很多的问题 一辈子不可以跪到别人的脚下 当别的国家的奴才 这是不合适的 要做一个大国的国民 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这一条啊 我们尤其在高校 要特别注意这一点 朋友们 曾经有一个空巢老人 空巢老人八十多岁 咱们政府去救济他 救济他的时候你猜怎么样 我以为他很穷 我说你那么穷 自己在家里没人管 结果老太太不高兴 穷是吗 我两个孩子在美国 有别墅 有游泳池 是美国什么某某大学毕业的 留在美国的 我当时听了以后 我心里都咯噔一下 我说我就给那个 我没给老太太讲 我给那个政府人也讲 我说我们政府拿的钱 你知道应该救济谁 应该救济大山里面 多少那些中国的老人 这一辈子 由于自然环境的恶劣 非常贫穷 连自己晚年得病了 养老都没有 我们要把钱 用在那些人身上 这些人朋友们 把孩子送到国外去 孩子是美国的精英 自己吃着中国政府的救济 你觉得合适吗 后来我就问那些老人 你活了这一辈子 除了培养两个美国人之外 你活着的意义是什么 你告诉我 你除了培养两个美国的公民之外 你这一辈子活着 在中国的土地上 吃着中国人的饭 你活着的意义是什么 所以朋友们 一个民族啊 大家以后移民啊 都没有问题 我只是说 任何一个国民 不允许不爱自己的国家 你们觉得对不对 有了讲 中国社会问题很多 社会怎么变好的 社会变好 不是说我移民走了 我整天指责抱怨 那样永远不会好 中国社会真办好了 是每一个老师都好好上课 每一个管理者都对学生负责 工人好好做工 公务员当干部的 一定要立党为公 执政为民 捧着良心给人民做事 每一个行业的人都把自己的本分做好了 都力所能及的给国家服务 少去指责 少去情绪的宣泄 每一个人都力所能及的君子物本 国家才有希望 你们觉得是不是 朋友们 我们年轻人 尤其干部要做表率 朋友们 可以批评 但是不要老是情绪的宣泄和指责 你们说对不对 因为那种